几乎在正远东话语传出的瞬间,站台南北的两岸弟子全部心头一震,下意识地抬头看向上方露台。 几乎在他们看去的瞬间,立刻有四道惊天动地的神识之念,赫然从肿道山的山顶,那片白雪挨挨的禁地内,默然出现扫过所有人。 被这四道神识一扫,包括白小春在内,所有外门弟子都身体一颤,那种感觉是一种绝对的压制,似乎一到目光就可以让所有人全部形神拘灭。 不但是白小春如此,就算是上官天佑,还有北岸的那些天骄也都全部身体颤抖了一下,但很快的,这些人就目中露出激动与振奋。 太上长老在关注此战,这种事情,立刻让这些具备出战资格的弟子全部呼吸急促,目中露出强烈的光芒。 若是能引起太上长老的注意,收为记名弟子,此战一定要全力以赴。 这一刻,阵阵煞气从南北两岸的这些出战的外门弟子身上,漠然爆发。 唯独白小春这里眨了眨眼,和我师父一个级别的太上长老,那是我师叔啊。 白小春立刻得意,觉得自己的身份实在太高了,他想着等这一次天骄战结束后,自己应该去拜访一下四位师叔。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露台上的掌门正远东,大袖一甩,顿时一个光球凭空出现,漠然飞出,直奔站台,在这站台上光芒闪耀,分化二十二份,分别飞向南北众人,被白小春等人一一接住后,各自立刻低头看去。 十一,白小春瞄了一眼,想要去偷看别人的,发现上官天佑等人一个个都藏着严密,不让旁人看到。 第一站,持一二诛者,上站台来。 上方露台,传出一个阴冷的声音,不是正远东,而是执法堂的欧阳杰。 在他话语回荡的瞬间,北岸那边飞出一人,此人模样瘦高,神情冷傲,刚一出场,立刻北岸传来不少欢呼,虽不是北岸五大天骄,但看那些北岸弟子的声势,此人也是骄子。 北岸,刘云,这瘦高的青年上了站台,傲然开口时,南岸这里,上官天佑身体一瞬走出,站在了站台上。 南岸,上官天佑,他站在那里,神色冷漠,身体挺拔如一把利剑,话语传出时,仿佛四周的气温都降了下来。 在上官天佑出站的刹那,南岸这里的所有外门弟子,立刻爆发出惊人的欢呼,为上官天佑助威。 瘦高青年面色一变,他没想到自己刚一出场,遇到的就是南岸声名赫赫的天骄, 此刻面色难看,深吸口气后,他挥手间立刻四周虚无扭曲,竟有一条巨大的蟒蛇,带着腥风出现,盘起了蛇阵,足有一丈多高。 可就在这瘦高青年将他的凶兽召唤出后,还没等继续,上官天佑面无表情,一步走出,身体竟瞬间消失,出现时,赫然在了这瘦高青年的身后,右手一挥,一把飞剑出现在了瘦高青年的脖子上。 你输了,瘦高青年全身寒芒都竖起,神色骇然,他艰难地回头看了上官天佑一眼,目中藏着无法置信,他知道自己或许不是对方的对手,可却没想到居然输得这么快,许久,他苦涩地低头,收起巨蟒,走下站台。 首战获胜,哈哈,这一次我们南岸赢定了。 上官师兄,那是可以去争一争第一的人物。 南岸顿时欢呼,无数人振奋时,白小纯睁大了眼,他也没看清上官天佑的身法,只觉得上官天佑方才的举动实在是厉害非凡。 甚至还有两道太上长老的神识,这一刻也都重点地关注了一下上官天佑。 与此同时,北岸众人哗然,顺义,不可能,他才什么修为,这绝不是顺义。 这是虚空之法,此人,此人不愧是南岸第一天佼,宁气修为,居然有如此虚空神通。 北岸的初战天佼,此刻也都一个个神色变化,北韩列眼中一闪,神色凝重,公孙兄妹一样如此,还有徐松也都心底一沉。 唯独那黑袍青年鬼牙,始终闭着眼,从未睁开。 第二战,就在众人这欢呼与哗然越发剧烈时,上方露台欧阳杰的声音音冷地传出,打断了众人的议论。 北岸天佼中,一位身体略胖,个子不高的青年,闻言一晃,走上站台,他笑容可居,一脸笑眯眯,仿佛人畜无害。 北岸,徐松。 他憨笑地向着此刻从南岸走出的一个弟子,很是客气地开口。 南岸走出之人,并非吕天蕾等人,而是一个之前隐藏了修为,在资格战中爆发的青年。 这青年马脸,此刻面色难看,认出了对方是北岸五大天骄。 南岸,周峰。 青年深吸口气,全身修为运转,沉声开口后,掐绝间立刻一把飞剑出现,可还没等指向徐松,徐松那里,目中有鸡讽之芒一闪,右手抬起,向下一按。 红的一声,在周峰的头顶,半空净出现了一道裂缝,咔嚓一声,一尊如鲸鱼般的巨兽突然出现,迅雷不及掩耳般,一口就将周峰整个人瞬间吞入口中。 那把飞剑被隔绝了灵力,咣当一声吊在了地上。 与我穷顶峰的弟子交战,居然不去住一半空,真是让人又欣喜又失望。 徐松笑了笑,转身走下站台,右手在身后一挥,立刻那具兽张开口一吐,周峰的身体被吐了出来,昏迷在了南岸的众人面前。 南岸之人,一个个面色难看,更有不少道吸口气,即便是吕天雷等人,也都心神一震。 相比之下,北岸的欢呼在这一刻惊天而起。 白小纯心底一颤,他觉得北岸的这些家伙太可怕了,对于凶兽的操控已到了恐怖的程度。 很快的,第三站开始,北岸出手的是同样为五大天骄的上官网,当他看到南岸出现的不是周星奇,而是另外一人后,神色有些失望,没了兴趣。 挥手间,他身边跟随的那只七彩凤鸟,吐出一口七彩雾气。 南岸的那位弟子,背着七彩雾气扑面,整个人如傻的一样,自己在站台上怒吼,仿佛与一个外人看不到的敌人厮杀,很快就虚脱晕倒。 从始至终,上官网只是一挥手,轻松取胜,飘然下台时,南岸众人再次沉默了,看向北岸时都露出深深的忌惮,内心更有无力感。 天骄,唯有同是天骄之人,才可以去战。 南岸外门弟子,带着希望,看向上官天佑等人,也有不少,看向白小淳。 白小淳立刻昂首挺胸,实际上心底也被上官网吓了一跳。 这小娘子,好像比周星奇还厉害啊。 白小淳艰难地咽下一口唾沫。 很快的,第四站展开,吕天磊全身雷光闪耀,瞬间冲上站台时,北岸那位穿着黑袍,始终闭着眼的青年,缓缓睁开眼,神色平静,一步步走上站台。 诡异的是他的出现,北岸居然没有任何人发出丝毫的欢呼,而是每个人都神色变化, 即便是同样身为五大天骄的北韩烈等人,也都深吸口气。 这一幕,让南岸众人诧异,吕天磊目光紧紧地盯着黑袍青年,神色凝重。 北岸,鬼崖。 黑袍青年站在台上,平静地开口,表情没有丝毫变化,就连声音也都似乎没有任何情绪。 南岸,吕天磊。吕天磊深吸口气,他知道对方是北岸第一天骄,此刻目中渐渐露出强烈的战役。 不惜代价战胜此人,我即便损耗过大,无法继续再战,也一样是第一了。 吕天磊目中战役滔天,低吼一声,立刻全身雷霆轰鸣,无数闪电轰然落下,竟以他为中心,方圆石杖,化作雷尺。 可就在这时,鬼崖神色平静地抬起右手,向着天空一指,这一指之下,天空突然云雾翻滚,无数黑云凭空出现,瞬间凝聚,使得无数人抬头看去。 北岸之人一个个面色都变化,神色内更有不少露出惊恐。 吕天磊低吼一声,身体默然冲出,带动四周雷霆,直奔鬼崖。 鬼崖依旧面无表情,甚至站在那里时,竟闭上了眼。 你着死。 吕天磊觉得自己被严重地羞辱,他身为天骄,自尊极强。 此刻怒吼,四周雷霆竟再次庞大了一圈,气势更为强烈。 可还没等他靠近鬼崖,整个苍穹忽然轰的一声,黑云似乎被强行撕开,一个黑色的鬼爪,庞大无比,仿佛撑天之柱,竟瞬间从云层内伸出,速度之快,直奔大地,眨眼就降临,向着吕天磊轰然压去。 还没等靠近,吕天磊就全身一颤,鲜血喷出,身体外的所有雷霆,发出挣扎的巨响,快速地崩溃,甚至他脚下的地面,也都在这一瞬咔咔声中,竟出现了一圈圈碎裂。 他的全身在这一刻,鲜血不断地爆出,发出嘶吼,蹊跷流血,试图去挣扎,可一股绝望,让吕天磊的世界瞬间漆黑。 不,更是在这鬼爪出现的瞬间,北岸也好,南岸也罢,所有的弟子,全部都控制不住地产生了恐惧的情绪,甚至在这恐惧中,体内的灵气如被压制,更有一种似乎灵魂都要被抽出的错觉。 露台上,掌门等人,面色也都一变。 鬼夜行,数千年无人能修成,此子竟修炼到了这种程度。 不好。 子顶山的许妹香,面色一变,身体漠然飞出,直奔站台,速度之快,眨眼临近,右手抬起,向着那鬼爪一挥,轰鸣滔天,鬼爪虽被掀起,可在半空竟没有崩溃。 吕天磊鸣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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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鸣� 他似乎不知道自己此刻应该表达什么情绪在脸上 我没有想到他这么弱 鬼压抬头望着许美香 平静地给人一种很认真的感觉 说完他转身走下站台 许美香皱起眉头 抬头看了看露台似顾忌一些什么 冷哼一声抱起吕天磊离去 吕天磊不可能继续参战了 甚至他的伤势之重怕是短时间都很难恢复 北岸沉默 南岸一样沉默 唯独鬼牙的身影似带着无尽的孤独 默默地回到了原来所在的位置 站在那里继续闭上了眼 好半上 北岸首先恢复 他们一个个欢呼起来 南岸无人了 天交都不是对手 你们这一次输定了 都失败了三场了 也就第一场运气好赢了 之后你们会连续输下去 面对北岸的嘲讽 南岸众人一个个都露出苦涩 北岸太强了 只有第一场南岸获胜 此后一连三场全部失败 天交屡天磊 更是几乎战死 这一幕让南岸之前要一雪前耻的心 已经绝望 上官天又死死地盯着鬼牙 他的心前所未有的轰铃震动 方才那一瞬 他发现自己居然在颤抖恐惧 不但是他如此 四周所有南岸天交 包括周新奇在内 此刻都心神震撼 北岸 这一次哪怕只有一个鬼牙 似乎就可以横扫南岸同辈 这已经不是宁气了 就连长座一击都无法灭去他鬼手 这就是灵溪宗内十大秘书里 仅有的两个被称之为绝学的鬼夜行 能与鬼夜行比较的 只有水则国度 白小纯神色凝重 这一战也让他心神大震 鬼牙之强让他这里也都心惊肉跳 很快的 第五战开始 北岸走出之人 让南岸众人一样苦涩 对方正是那五大天交礼 让不少人觉得心惊的 公孙云 他穿着黑袍 唯独露出的黄色眼睛里 此刻明显有虫骨钻来钻去 扮上之后 南岸一位弟子 硬着头皮上了站台 几乎他刚刚上去 还没等彼此介绍 公孙云目中露出冰冷 袖子一甩 立刻从他的袖子里 瞬间嗡鸣回荡 飞出了无数黑色的虫子 直奔南岸出站弟子而去 任凭这弟子如何反抗 也都于事无补 很快就全身上下 就被无数黑色虫子弥漫 一切防护都没有丝毫用处 似乎有洞就钻的样子 使得所有人都看得触目惊心 哪怕是北岸的众人 也都一个个对这一幕无法适应 任书 南岸出站的弟子 带着颤音急忙开口 他感受到了身体上这些虫子 一个个仿佛只需对方一个念头 就会瞬间吞噬自己 公孙云目中露出机缝 转身走下站台时 那些黑色的虫子 如潮水一样涌向地面 快速飞奔 爬到了公孙云的身上 消失在了他的袖口内 白小纯看着这一幕 头皮有些发麻 不但是他如此 周新奇 哪怕上官天佑 也都心中更沉 所有南岸弟子 这一刻都觉得北岸之强 南岸根本就不是对手 这一次的天交战已全都叹息了 我们这一次输了 北岸太强 与此同时 北岸那边再次获胜 气势滔天 之前就说了 你们只有第一战可以胜 之后全部都会输 南岸 一个笑话而已 永远都被我们北岸压在下面吧 三十年前南岸有一人进入前十 这一次你们一个都进不去 北岸声音传遍四周 南岸有心反驳 可却一个个说不出话来 只觉得耻辱到了极致 第六战 持十一 十二诛者 上战台 欧阳杰的声音 在公孙云离去后 默然传出 白小纯深吸口气 立刻抬头 他拿的正是第十一诛